老花姨每日一打回答一下出宝的养花问题 你看第一个出宝说 你看我这个白犀牛买回来没几天就搭了 出宝我发现你怎么用个塑料瓶子养花呢 人家话说不行吗 不是不行是行 但是你看它配的泥土再加塑料瓶 它这个呢不叫养花相当于什么叫泡菜 明白吗 白菜那些你只要不想让它活了你就泡着吃 可以植物不允许这么泡 明白了吗 那有的话说水生呢 水生的那个呢 人家不是说全部把根系整个泡水里边 它是徐徐渐进来的 明白了吗 它得适应了 所以说这话说现在怎么办 现在我建议你赶紧滴露出来 整个四八斤的塑料瓶 只要下面排水透气的 你就用点松软的土壤 明白吗 臭宝你别那么整 你整可不行 下个周宝说你看我这个 买回来盆都没换 这个有黄斑这咋回事 其实这种呢也就是缺肥 来到家里以后呢 你一定要明白这个植物是怎么回事 首先呢 你像我们见到的我们这种叶子 是正常的一个叶子 你那个呢叫粗井 粗井的意思呢 就有点像老华一这个白头发 黑色素的缺失 植物呢就是叶绿素的缺失 其实它本身通过叶片 来吸收营养的能力就很有限 再加上咱们自己啊 方方面面 它就会导致什么呢 抗病力变得 就是抵抗力变得很差 就是出现这种 营养不良 抵抗力差 我怎么办 你可以把这个叶子 一拽就下来了 该施肥的施肥 该喷点杀菌药的杀菌药 明白了吗 这个还是洗光的啊 别暴晒就行了 但是有的话 一听洗光就强光暴晒 好家伙呢 我说我大就是洗水 你直接给它扔酸菜缸里边泡成了 不行 下个中宝说 真常 这的话 我建议大家下霜 就你们那有没有下霜 就五度以下 就可以往屋里搬了 你像粤井的话呢 你看你自己的一个操作了 你要正常来说 在北京盆栽室外 都可以达到粤东 盆栽室外 零下五度以上的 粤东存活率呢 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如果说在零下十度以上的话呢 就可能会 稍微低下了 就在七成 那零下十度以下 就可能只有一半的存活几率了 比如说你自己看着来吧 粤井是比较耐寒的 我们今年呢 也把几个天狼粤脊 放到外边 就专门做耐动试验了 懂这个事就行 就是可以 可以 但是资子花不可以 要提前搬 下个周宝说 朱定宏 接下来怎么整 叶子长这么高了 拿出去动动 你要是不让它动动的话 你就可以捡一捡 我建议呢 是给住光照 然后呢 你别这样给它绑起来 你给它还是让它展开 用点东西给它织住 尽量的让它去多接受一些光照 如果是你是南方的花友呢 就尽量的让晒晒太阳 去吸收一些营养 如果是北方的花友呢 估计也都开始冻蔫了 朱定宏可以达到室外越冬 但是呢 保证球不冻烂 就是你土豆洋葱之类的 你放到室外不冻烂的那个环境 因为它的那个嘎大球 也像洋葱一样 只要是球不冻烂 没事 叶子冻掉了才好呢 它就可以实现低温的一个花芽吹化了 很多的花友 你像我们北方的很多花友 在楼房上一样呢 它会怎么着呢 放到楼道里面 因为它会让它逐渐地 把叶子给冻掉 冻掉之后呢 它在楼道里面实现吹化 楼道里面又不是很冷 对不对 也在零度以上 或者零下五度以上 它都可以的 但你要看温度啊 保持在零下五度以上 好吧 尽量的温度低一点会更好 下个周宝说 我家球栏没开花 有这种透明的粘液 隔段时间就会出现在 不同的叶片上面 你这个检查一下 你这样单独的发一个照片 我看的不是很清晰 你检查一下 有没有白虫子 如果有白虫子 也不会分泌这么多的这种粘液 也不会啊 下回发一个整体的照片 给我看一下 你别光这样拍 这样一夜账目了 明白我的意思吗 像我们的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我个人怀疑啊 它是得病了 你如果说 我下次凑不到你回答的话 你就用点恶眉灵 提前给它灌一灌 给你预防一下 好吧 好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 有其他养花问题 可以视频上留言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 老花一会每天给大家分享 很多用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载一 别的错 我来说 我来说 我来说